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文今日一件女德班屡禁不止,最近居然还把独手伸向了未成年人, 不仅叫女孩子所谓的女德,还增加了更多荼毒青少年的课程内容, 每天甩甩手,癌症都能好。 吃肉吃鱼会得病,不能攀比学习,读了研究生的都是废物。 这个温州的传统文化促进会,开办的亲子夏令营, 主要针对5至18周岁的少年儿童,但是课程简直让人大跌眼镜。 我,们一条条来评评,首先是针对女生的女德教育, 就是去年辅舍女德班的原班人马,说的话也还是那一套, 男人是天,女人是地,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,逆来顺受, 坚决不离婚。 女强人没有好下场。 女子换男朋友,手脚就会烂,最后要锯掉。 一个参加了夏令营的小女孩说, 吃饭的时候要等男生吃完他们才能吃, 她一开始觉得很不公平, 后来上了课,她明白了女生就应该低男生一等。 这样以后家庭才能幸福。 女德班居然从娃娃开始荼毒,可谓狠毒了。 男孩子他们也没放过,该洗脑的一点不落, 读书无用,一名研究生现场忏悔自己是废物。 吃了鱼的眼睛,会得八百度近视。 吃多了鱼嘴,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了。 每天都要做甩手操,这样可以不开刀不吃药, 癌症都能治愈。 打着国学的旗号,什么洗脑的话都说出口了。 我很想问,国学做错了什么,喂? 什么要被这些人拿来擅天害理? 零一德,不应以性别要求。 女德不仅是在侮辱女性, 更是在侮辱所有三观正常的国人。 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流毒, 被稍微包装一下, 然后大肆宣扬,是在打着国学的幌子对人进行精神污染。 之前的女德班,只是让我们觉得恶心, 但现在,她变成了孩子们的课程, 可不是成效了之就行了。 女孩子们被要求打扫厕所, 什么工具都不用, 干拿手擦边擦海边。 说,便坑要是脏, 那我的心比她还脏。 夏令营播放的视频里说, 被侮辱被强奸都是女孩子的错, 都怪女生穿得太时尚。 坏男朋友会得病, 手脚会烂掉, 被一节一节锯掉。 成年人听起来是搞笑, 但是在孩子的眼里, 这就是真实的恐吓, 每句话都会扎进心里, 形成恐惧, 自我贬低, 心理阴影。 举办女德班的人是因为愚昧无知, 是单纯的蠢吗? 并不是, 他们比搞老年人会的产品, 其中包括6800的木头架子。 这些保健品的实际销售效果, 很可能比会销还要好。 至于被洗脑的孩子以后怎么样, 这些人不会在乎。 他们可能被性侵了却觉得都是自己的错, 可能被家暴了, 还要顺从自己的丈夫, 可能每天甩手治病, 拒绝就医。 02洗脑的手段中, 有一条让我很疑惑, 为什么要告诉孩子们读书有害, 研究生是废物呢? 发现他们, 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之后, 我突然明白, 这背后还有更可怕的布局。 他们不仅要打着国学的幌子训化女性, 还要分一杯教育的羹。 只要让家长相信国学的力量, 让孩子对国学深信不疑, 就能改变一部分人对教育体制的想法, 影响到了他们的行动。 现在社会上逐渐兴起了脱离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学私塾。 在为孩子选择私塾的家长眼中, 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太多弊端, 而注重修。 身养性的国学教育, 才是孩子最好的选择。 现行教育模式的问题, 真的能靠退学进私塾解决吗? 还是说, 从小就剥夺孩子学习科学文化的机会, 能把他们培养成更好操纵的信徒呢? 国学不是日人打班的小姑娘, 也不是一个外表好看的容器, 什么都能往里装。 面对女德班不应只是嘲笑了之, 在我们都觉得可笑的时候, 那些故意装疯卖傻的人, 已经谋取了暴力, 收获一大批追随者了。 最可怜的是孩子, 在三观建立的初期, 被灌输了那么可怕的观念。 女德班的杀伤力, 不输给网界中心的电击, 物理伤害和精神荼毒, 都是很难走出的阴影。 已经快2019年了, 这种以遭破思想为核心的活动, 应该被强有力的封杀掉了。 传统文化不背女德班的锅, 该被诚挚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创始人, 讲诗,不要以道德之名, 伤害女人和孩子了。 本文或授权转载于公众号, 每日一见。